台中是美学之都 更是艺术之城 文创领域也提供了相当多的舞台 根据远见杂志 现世总体竞争力评比 还有天下杂志幸福城市大调查 台中的文教力 双双拿下六都的第三名 画面上这位随着音乐 尽情舞动的旅美爵士钢琴家 就把他的数位音乐 展现给他的家乡台中 继续来看到这则报道 台中旗旗是豪宅聚落 在这边大家也可以 就近的感受到美学 除了建筑物带来旌旗之外 有更多的艺文活动 创造了接近美学的 可接近性与温度 可以跟那只抱在一起 没有错 就是它给你可以这样 金光闪闪 AR报从平台钢琴一跃而起 带我们在台中歌剧院 遨游探索不一样的音乐展 从钢琴88件 发想延伸88条线的AR报 是爵士钢琴家 陈若宇的化身 跟着他漫游喧闹的纽约街头 听他将古典乐的细腻 融合爵士乐的存信 邀请观众走进数位音乐展 跟音符跳在一起 陈若宇是国内第一位获选为 史坦威国际艺术家的 台湾爵士钢琴家 他将世界巡展AR互动音乐展 第一站献给家乡台中 刺展团队横跨纽约东京台湾 融合音乐科技艺术与空间 打造叛逆优雅 纯粹有力量的绝世乐 音乐展这个东西在目前台湾 也不是很多 对很少 那我们希望带一个新的Energy 就新的想法进来 但我也希望说 未来有更多更创新的东西 也会坐落跟发生在台中市 行梭一个城市的美学文化 并非一呼百应 需要更多凝聚力 需要更多知音 转角就遇到艺术的感觉 然后我也很 我们是用非常高规的方式 去做这个精致度 创作音乐也创造梦想 那个梦想会从小小的 那个idea开始发芽 希望从世界各地 带来更多顶尖艺术家 在台中扎根 创作分享 这是策展团队的冒险与初衷 是在建筑的事情里面 他们会说 就是建筑是凝固的音乐 那音乐是流动的建筑 用钢板 用最坚硬的钢板 然后去形塑出最柔软的曲面 那其实它也在呼应 就是为我们音乐中的 一些比较就是刚柔并进 最真实的感受 所以对我而言是说 能看到大家能来到这里 有那个一个2秒 或者是10秒的体验 我都觉得是非常值得的 忘我的摇摆身体也可以 1996年大敦美展 在大敦文化中心开办 2002年 扩大为国际性美术比赛 从在地走向全国接轨国际 户外学士音乐节 是台中艺文 迈向国际化一大关键 每年10月吸引国际人士朝圣 以自由即兴风格 展现多元音乐形态 呼应台中悠闲愜意的都会生活文化 大概四五点到六点中间 太阳还没有下山 但是它又不会让你觉得很酷暑很酷热 好那那清风徐徐吹来 你又会觉得很舒服 欣赏夕阳感受平静悠闲 从市府大楼惠中楼八楼望向周边商办大楼 窗景就像一幅画 景观或者是整个的空间 其实都是有规划设计过 甚至你在这个过程里面 你还可以不经意的遇到公共艺术 推广上海纷尘艺术之美 台中已经准备好要成为文化大客厅 19年市长刚上任的时候 其实台中市当年的一个艺文的参与人数 就将近三千多万 那场次就将近六千多场次 他们非常愿意走出来 台中正在创造新的艺文火花 让群众的日常贴近艺术 从餐盘到展场 每个角落都能感受美好 我们今天从七七三十年来看 大台中的变化 不仅仅只有浮光略映 同时也是翻转的印记 我是莊开文 今天非常愿意加入 机关点大人文世界 我们下期再见